對台積電來講是兩大之間加一小 台積電雖然是全世界半導體最大的 他的市占比重百分之五十四 但是在美國跟中國的角力之下 他還是一個小小的棋子而已 那張中某在前幾年有講過 他說在世界不安的時候 台積電會成為地緣政治家的必爭之物 不幸而嚴重 那這次川普聽說他也下了最後的通牒 在過去來講他給台積電是一個禁酒 希望你來這個美國投資 因為我們的F35的晶片是用你的 萬一你不來的話 那中間會有細密的這個危險 最近下了最後的通牒 在今年的十一月大選之前 一定要做出一個承諾 那對台積電來講 這個壓力應該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說這四天的一個轉變 那個壓力一定是排山到海 而且還聽說總統府有介入勸說 那這個中間聽說啦 因為我們沒有證據嘛 但是這個四天的轉變也太大了 台積電現在沒辦法 他只要敷衍一下 那今天一千一百二十億美金 就當作保護費交了 那其實美國希望的是三奈米跟兩奈米 因為五奈米來講 你說在下一個世代的F35的一個新的晶片 叫做混沌加密晶片 混沌加密晶片 因為全世界現在有七個國家有量子電腦 包括台灣第七名 那量子電腦的一個運算的能力是過去的幾倍 過去一萬年可以運算出來的東西 量子電腦兩百秒就可以運算出來 差這麼多啊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F35用過去的晶片來講 只要中間你泄滅了 你被拿到了都沒有用 包括你現在到任何家裡 你到底收席啦 那個大飯店啦 銀行的保險箱啦 用量子電腦去運算的話 全部都廢紙一張 一下就破解了 對 一下就進去了 現在美國就找到一個最正當的理由 來來來美國 因為你在台灣萬一你這個洩漏怎麼辦呢 所以他不得不去 那既然要去的話 一定三奈米兩奈米 不可能是五奈米 那五奈米呢 他只是在敷衍他 而且他的量產設在二零二四年 我看你今年有囑嗎 好了你如果有囑 賭一把就對了 我就沒辦法 我要不要再給你囑囑 你如果沒囑 好就拜拜 我先回來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三千 三千六百億 他只是一個保護會而已 你看台積電在南科 我們南科他三奈米 他投資多少 九千億 台幣是九千億 所以我本來很擔心 這個台積電 如果真的到美國是三百億美金起跳的 那對川普來講 不如小補了 因為疫情搞得亂七八糟 疫情他四分很多 現在希望經濟能夠拉一點回來 那亞利桑那州那邊 是川普的必爭之地 所以投在那邊 對他的選票是有幫助的 所以川普就是在算計 不想牽牽出兵 所以代表他選情真的告急